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1號 星期五 歡迎您收看自由亞洲電臺從華盛頓總部播報的亞太聯播 我是景軒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709事件 律師被騷擾 反酷刑研討會被迫取消 聯合國 美國 德國 批評中國人權 中國熱評節目聚焦 徐明之死和世界人權日 應參與在鄭州舉行的709事件研討會 河南鄭州律師馬連順於12月9日晚被警方帶走 扣押問話近兩天後 於11日下午獲釋 另一名與會律師 常博陽 則遭到警察的全程監控 另外 數十名律師 原定12月12日和13日 在廣西北海舉行的反酷刑研討會 因遭到警方騷擾被迫流產 計畫參加的律師均被警方約談 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 美國 德國的駐華使館及聯合國 紛紛發表聲明 敦促中國釋放良心犯 停止打壓律師 中國外交部則強硬回應 指責有些國家對中國有政治偏見 稱美國 德國應管好自己國內存在的問題 巴黎世界氣候大會已經持續近兩個星期 將在12月12日就氣候協議做最後的談判 中國代表團負責人謝震華在會上強調 難難合作達成共識 請看報導 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世界氣候大會已經接近尾聲 公民社會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部長們 要求談判者們最終達成氣候協議 爭取將氣溫上升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 目前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 就是要求世界各個國家每五年修訂一次減排目標 以減少溫室氣體 以及進行技術與資金的轉移 幫助窮國應對氣候變化 在現場抗議的一位工會領導人說 將氣溫上升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 這是跟我們的未來和我們生存的地球息息相關的 所以趕緊談判達成協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離開北京的嚴重霧霾 抵達巴黎出席氣候大會時 信心滿滿 要在這次會議上有所作為 尊敬的各位同事 女士們先生們 中國一直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事業的積極參與者 目前已成為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 氣候大會上的中國角展示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具體計畫和信心 簡要概述了在十多天來 跟氣候科學小組討論的結果 和務實合作的基礎 說今年奧巴馬總統在和習主席見面的時候 他說哥本哈根的時候我們溝通的不夠 所以對哥本哈根的貢獻也不夠大 但是之後我們加強了溝通 加強了合作 應該說中美的合作對推動這個多邊進程 發揮了非常集體的作用 特別是兩國元首兩年發表了兩次聯合聲明 中國的技術大大降低了太陽能發電的成本 這使得美國加州成為可再生能源領域的領導者 但是即使中國在環境技術方面的能力日益增強 面對氣候變化 中國仍然會受到傷害 尤其是在健康方面 大家都知道中國前幾天北京嚴重的霧霾 好了兩天 今年開始又是紅色情況 這個已經要求孩子們不要有戶外活動 為什麼呢 這是我們發展方式還比較粗放 我們的結構也還不合理 所以要進一步地要調轉變我們的方式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 環境污染每年導致700萬人死亡 這個星期北京市政府首次發布霧霾紅色預警 北京出現霧霾不是今天出現 前幾天已經出現了 這個出現霧霾的情況在北京 不光是北京還有其他的地區 也出現了這種情況 這說明什麼呢 這說明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當中 城鎮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確實應該儘快地轉變發展方式 轉變這個調整我們的經濟結構 產業結構 能源結構 中國已經開始在尋求空氣污染的解決方案 包括減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發展綠色經濟 最重要的是 如果這次巴黎世界氣候大會 能夠達成一項協議的話 將對公共健康至關重要 普志強案的辯護律師尚寶君 12月11日對本臺證實 前天下午接到法院的通知 普志強涉嫌煽動民族仇恨罪 和尋釁滋事罪一案 將於12月14日上午9點 在北京第二中級法院開庭 此外 福山維權人士陳啟堂 疑案的律師劉曉元稱 其當事人涉嫌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 12月8日被移送法院 山東省林怡市上千名出租車司機 連日來在市政府門口集會 要求當局以實際行動打擊黑車 12月10日特警向出租車連開三槍 其中一槍擊中一名女司機 打穿其腿部的動脈 第二天 繼續有數百人 在市政府外拉橫幅抗議 要求追查槍擊案的兇手 當地媒體報導說 是特警槍支走火造成 12月9日在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門前 絕食抗議的吉林訪民馬永田發生昏厥 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 目前已經出院 從12月3日開始 馬永田已經連續六天在大使館門前絕食 希望就2001年房產糾紛引起政府的關注 今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訪問華盛頓期間 馬永田曾攔截習近平的車隊 後被短暫拘留 好 接下來我們關注一組有關台灣總統大選的消息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 出席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 即退役將官 歲末聯誼參會時表示 希望揮別副手 炒軍宅陰霾 爭取退役將領 團結支持國民黨 以下是夏曉華的報導 朱立倫倒是 朱立倫倒是 國民黨勝利 國民黨勝利 在台灣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 11日出席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 即退役將官歲末聯誼參會 最近他搭檔的副手王如璇陷入炒軍宅的爭議 連鐵桿深藍的軍人軍眷支持度都露出鬆動 朱立倫在這場參會信心喊話 重申國民黨才是真正捍衛中華民國正統的政黨 主持人則聲勢力竭營造團結氣勢 帶領台下老將領們重復揮起喊當選 朱立倫說 在最辛苦的時候 在最困難的時候 所有的老將們 所有的長輩們 大家勇敢地站出來 大家堅定的立場捍衛我們的中華民國 支持國民黨 希望我們在明年1月16號最辛苦的選戰 能夠獲得勝利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他指出 這場選戰影響的不單是國民黨 而是中華民國未來的關鍵時刻 剩下36天 請所有老將軍共同領導 把每一票催出來 朱立倫表示 國民黨的主張 朱立倫的主張 兩岸一定要合理 這是我們的堅持也做得到 也是具體可惜的 同時我們未來四年或八年 我們不要再政治對立 拼政治 台灣要好好拼經濟 朱立倫強調 國民黨是包容重視和諧的政黨 一定可以讓社會安定和諧 他畫風一轉地說 我從頭到尾強調三件事 我說對軍人也好 對公務員也好 對老師也好 最需要的是三件事 第一 叫做尊嚴 叫做尊嚴 我們需要的是尊嚴 對不對 朱立倫指出 軍公教需要的是尊嚴 正義和保障 而不是對立 分化 他坦言這段時間他沒有做好 國民黨這七年多的執政也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但是大方向堅持中華民國為主 全民為本的原則卻沒有改變 前國防部參謀總長 前行政院長郝伯春至此指出 黃復興黨部堅定信仰三民主義 堅定效忠中華民國 堅持中國國民黨正統精神 黃復興的黨員從來沒有覺得黨對不起他 不問黨為黨員做了什麼 只問黨員替黨做了什麼 反而來說 如果是哪個中華民國黨招牌 其中沒有中華民國 我們就拒絕他 郝伯春呼籲 無論黨工 每一位黨員同志 都要發揮傳教士的精神 而傳教士的精神就是忠於他的信仰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 夏小華台北報導 台灣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11日到新北市大票倉板橋區造勢 並為兩位民進黨提名的板橋區域立委加油打氣 請看苗秋捷的報導 台灣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11日傍晚在新北市大票倉板橋區連桿兩場造勢 並為民進黨推出的板橋東西區立委參選人 羅志正與張宏露加油打氣 蔡英文請托選民將政黨票投給民進黨 就等於將漂亮的不分區立委名單送進立法院為民發聲 蔡英文表示民進黨推出的板橋東西區兩席立委張宏露與羅志正是關鍵席次 這兩席當選國會一定過半 蔡英文說 你都會發現說 邦橋投出來的票大致於等於整個台灣的那個比例 所以只要看板橋就知道你整個台灣會表現到什麼樣 所以你這裡板橋是全台灣的指標 所以我們是不是會拚全台灣的人看這樣好不好 好 蔡英文先來到板橋435藝文特區參觀台灣玩具博物館 童心未敏的她在桌上足球台前駐足醉酒 並玩起桌上足球樂不可知 蔡英文第二站來到板橋區農會 參加蔡英文羅志正小英姐妹會成立大會 並現場玩起摳奧遊戲 羅志正呼籲在座的姐姐妹妹打電話拉票 現在就拿起手機打給朋友說 我跟蔡英文在一起 結果撥通後 蔡英文跟電話那頭的人說 你好我是蔡英文 現場掀起一陣歡呼 羅志正說 現在的蔡總統是準備好的蔡總統 羅志正表示 今天的時代雜誌 封面人物是沒客人 我們下一個目標 所以希望有一天 時代雜誌的封面物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對台下民眾提出三個請求 第一是總統票投給她 第二是立委票投給民進黨 第三個是將政黨票也投給民進黨 她認為 民進黨提出的不分區立委名單 各界讚譽有加 有專業人士也有弱勢代表 政黨票投給民進黨 就等於投給社會多元力量 蔡英文表示 這一張好名單就代表的是 我們將來立法院有更多專業的力量 代表我們立法院 將來有更多的多元的聲音 在我們立法院有很多弱勢者的聲音 這就是當民進黨 把我們的很珍貴的立法委員的席次 這個資源拿出來跟社會共產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苗秋菊台北報導 好 今天的亞台聯播就到這裡 接下來請您不要走開 繼續關注中國熱評節目 大家好 歡迎您在每週同一時間 準時鎖定中國熱評節目 我是主持人景萱 那麼今天來到演播室參加討論的是 原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先任美國智庫家圖研究所 客座研究員夏宜亮先生 你好 好 另一位是通過skype參加討論的 在紐約的時事評論家 陳破空先生 陳先生您好 陳先生您好 好 本期我們將就 徐明獄中猝死事件 和中國人權現狀來進行討論 中國前時德集團和時德俱樂部 董事長徐明 12月4日在湖北武漢的獄中去世 死後5小時左右 屍體立即被火化 但消息直到6號才傳出 好 夏教授 那麼現在關於這個徐明的死因 大家主要是把疑點集中在這幾個方面 第一 首先是這個徐明從被捕開始 大家就說從沒有聽說過他受審 而且是什麼樣的罪名 那麼第二點呢 這個官方現在對他的死因說法是 病發心肌梗塞 家屬表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徐明 有心臟病方面的疾病 那麼第三啊 這個徐明死後 這個遺體立刻被火化 這就讓說這所有的疑點 都無從去查究了 那您覺得這所有的疑點 都在暗示著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現在很多的說法 有些人就不相信是他病死 因為在這個死之前他在堅持跑步 另外就是徐明的身體狀況 雖然講盡獄之後有所惡化 但是呢還不至於那麼嚴重 他才44歲 所以很多人說這個他殺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他知道的太多了 這個前段時間就是薄熙來那個案件裡面 他作為污點證人 當然薄熙來也不屑 把他貶得很低 但是無論如何 他在薄熙來整個的這樣一個貪腐的過程中 他起了關鍵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看到很多那個一些細節 比如說薄瓜瓜要買一輛這個特殊的這個自行車 都要徐明來買單 以及在這個法國買的別墅 他們家的這個大量的資產 向海外轉移 在海外置產 這前前後後的很多事 就是徐明是鞍前馬後 當然徐明這個發家時也是薄熙來提寫他的 所以這樣一個大企業家 現在這麼不鳴不哀突然死了 很多企業家也有一種吐死胡悲的感覺 最近我就看到冯倫這個寫了一篇文章 當然雖然這些企業家都還不敢公開的跟政府叫板 但是那種隱晦的說法 裡面多少能看出一點 就是其他企業家憂心忡忡 有一種這個很不安全的感覺 好 那陳破空先生 剛才就像這個夏教授提到了說 說到徐明大家就很自然的聯想到這個薄熙來一案 那您覺得徐明突然好像據我所知 他已經其實是快刑滿出獄了 那麼他在這個時間突然猝死了 您覺得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顯然現在就是說如果徐明這個時候死 死得非常蹊蹺不通尋常 如果說還跟薄熙來家族有關 這可能性不大 因為薄熙來已經如玉 他家族已經大勢已去 應該說是跟其他家族有關 那就是溫家寶家族和曾慶紅家族 因為徐明在之前做生意的時候 不僅跟薄熙來家族關係密切 跟溫家寶家族和曾慶紅家族都關係密切 比如說他跟溫家寶的太太 在北京的同一層大樓辦公 那一層大樓一半是徐明的 一半是溫家寶太太張佩麗的 那麼關係密切 而且他曾經追求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 就兩人曾經約會 那麼互相有很多的利益輸送 包括那些股份的轉讓 雙方在溫家都有大量的交易 而且他跟溫家寶的兒子溫云松 都是以好朋友相處 另外他跟曾慶紅家族 曾慶紅家族也關係非常密切 因為曾慶紅的手下 那個叫戴永格的人 就是跟他一起在一起做生意 都是一個合作夥伴 所以據說徐明這個人 精明就在於很知道怎麼拿關係 很知道怎麼接近權利 所以他跟薄熙來溫家寶 曾慶紅三大家族都有關係 所以非常複雜 薄熙來這個事情他被牽進去了 牽進去了 他主要是為了讓他做污點證人 那正是薄熙來有這個受惠 做事薄熙來 但是同時 由於他跟別的家族的關係 他被輕判了 所以我們看他被指判了4年 他跟那個周正義不一樣上海的 指判了4年 而且即將出獄 而且這麼年輕子有44歲 突然死在獄中 而且兩天就火化 就說明確實不能排除 有人要對他殺人滅口的可能性 而殺人滅口的可能性 最大的就來自於曾慶紅家族和溫家寶家族 另外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他死了以後 江峰寫了一首詩 表達了一種懷戀之情 江峰我們知道 過去是王滬寧的學生 也是王滬寧的女友 王滬寧曾經許諾要娶她 讓她先到英國讀書 但是後來沒想到 王滬寧這個官運還不錯 幾任最高領導人都要她當國師 所以她就沒去城 那麼江峰後來跟別人同居 其中就包括徐明 江峰因為她在官場上也聯繫很廣泛 那徐明更不用說了 他們這種關係錯綜複雜的關係 這裡邊就剛才講到了 包括賀衛方教授在質疑說 為什麼這樣一個大的事情 就這樣一個人什麼時候進去的 怎麼來審理的 請了什麼樣的律師 判了多少年刑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這麼蹊蹺地死掉了 也不清楚 所以到現在就是說 官方沒有一個真正能夠有說服力的說法 好 夏教授 那您覺得現在中國的國內 這個政商之間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因為中國目前的這樣的一種 這個官僚系統 它造成了一種它獨佔資源 那些商人們如果想發大財的話 必須跟這個官方有勾結 叫官商勾結之後才能做大 否則的話你是沒有辦法的 甚至有的時候 你想有意避開官場都不行 它要主動地來找你 它這種現象就造成了很多企業家 現在有很多的擔憂 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 資本向還要轉移 非常的厲害 好 那陳破空先生 這個徐明事件 人們不得不把這個目光 集中在這個政商 黑箱操作的這個問題上 您覺得現在這個黑箱操作 在中國已經達到了一種 什麼樣的程度呢 首先這個權利權錢交易 官商勾結 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常態 這是一個就是說 權貴資本主義的常態 沒有互相監督互相制衡 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 權利尋足利要必然的結果 我們看到徐明他的第一桶金 他就是當時當大連市長的薄熙來 把那個城市的垃圾回收 和美化城市的項目批給他 他就逃到了第一桶金 之後他就投桃暴鈴 實際上在商業上衝到了 薄熙來的錢袋子 那麼他發達 我們還可以對比一下說 他跟另一個商人王健林 王健林當時也在大連 他也在大連 結果由於他更親近薄熙來 結果他把王健林的這個 這個那個足球隊也拿了過去 所以當時當這個徐明 被排名為中國第八名富豪的時候 而王健林只排146名 而他今天一榮俱榮一審俱審 薄熙來一名倒台 對 薄熙來倒台 徐明倒台 那麼現在王健林 卻是中國的首富 因為對應了他的政商關係 是習近平家族 而習近平是最高領導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 正比的政商關係 在中國的存在 所以這種黑箱是非常深的 深的就在於 這次判決 薄熙來這麼重要的人物 卻公開審判 而徐明是一個普通的 所謂的商人 卻被秘密審判 所以這本身就說明了 這裡面的黑箱又很巨大 就說明背後有人 在操縱徐明的案子 從他一進入法庭 到他進入監獄 到他要出事之前的死亡 都是背後操作的結果 所以這個黑箱有多深 那是難以形容的 好的 非常感謝兩位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關注一下 這個12月10號 世界人權日的問題 那麼世界人權日 這不僅再次把這個全球的目光 可以說又集中在了這個中國身上 那夏教授說起這個人權 中國政府認為 對於中國的民眾來說 這個生存權和發展權 是首要的人權 那就您來說 您覺得這個中國的民眾 現在生存權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首先生存權呢 就是說在中國 老百姓是很難擺脫官方的 這樣的一些控制 因為主要的資源 都控制在政府手中 尤其是像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的治理和污染的問題 政府要首當其從的負責 像北京這個最近出現 這麼嚴重的霧霾 可以奪去多少萬人的生命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連最基本的人權 都無法保障了 也就是生存權 是中共過去一再強調 說不能跟發達國家去比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和發展的階段 所以他們的言下之意 就是說只能保證 一段時期的生存權 或者是給老百姓一定的發展的機會 但是這兩個都沒有保障 那個生存權你看現在環境 污染到這樣一個程度 這空氣水源食品 還有各個方面 就是說這種 讓老百姓的生存 就是狀況堪憂 發生了這個嚴重的威脅 另外呢就是講這個發展權 那更是剝奪的太多了 好 陳破空先生 您覺得這個中國人權狀況 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現狀呢 事實上這個中共是把這個 人權跟生存權對立起來 而且秩序顛倒過來 其實真正的情況是 沒有人權就沒有生存權 那麼就像現在老百姓 喝水不放心 吃食物不放心 然後出門空氣不放心 就說明生存權就得了威脅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沒有人權 如果他有人權的話 他幾十年前 三十年前五十年 就有監督政府的權利 中國的環境污染 絕不至於這麼嚴重 就好像上個世紀六十年代 這個中國餓死了四千多萬人 如果說在這之前 中國人有人權 中國人民能夠 制止毛澤東的那種 倒心逆施 搞所謂的大躍進 搞什麼盲目大幹瞎幹 那麼如果有那樣的人權 有那樣的民主權利的話 那樣的悲劇是不會發生的 就說明人權出了問題 生存權出了問題 就跟北朝鮮一樣 北朝鮮人民由於沒有人權 所以處在飢寒交迫中 很多人被弄死 所以倒過來 人要首先有人權 才有真正的生存權 如果沒有人權 那種生存權是個假象 隨時可以被剝奪 所以今天中國人 由於沒有人權 就處於這個狀態 而徐民事件發生在 人權日前夕 而又發生在 中國第二個憲法日 不僅是對人權的嘲弄 而且是對憲政觀念的嘲弄 這說明中國的今天 一百年前的憲政觀念 到今天都沒有實現 而且連提都不敢提 所以憲政的觀念不能提 人權的觀念不能提 老百姓的生存權 也受到其他威脅 好 那麼說到這裡 我就聯想到這個 世界人權日前夕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 曾經發布了一個 審查中國旅行 這個酷刑公約的報告 那麼上面就提到 說這個中國雖然是 這個酷刑旅行上取得了進步 但是還不樂觀 那夏教授您覺得 現在這個中國酷刑 在中國的憲法當中 它究竟是怎麼去定義的 因為這個酷刑是普遍存在的 在中國行共逼訓的這個事情 就是從過去毛澤東時代 到現在都一直延續下來 雖然中國在國際場合也 經常掩蓋自己的 這樣一些真實的情況 他們經常撒謊 包括這次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有明顯的撒謊 他們現在有很多的 酷刑的工具 包括那種電椅 或者是刑具 各種各樣的東西 他們都不敢公開的承認 雖然有很多的見證人 親自都經歷過那樣的酷刑 他們現在還是不願意承認 所以說這種東西 就是說以後 不是說中國政府 僅僅是簽署了這個協議 應該簽訂那個懲罰條款 就是如果你違反了 這樣一些條款的話 作為你已經簽署的國家 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進行什麼樣的懲罰 好 那麼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這個12月10號的這個記者會上 曾經就這個中國人權狀況 做出了她自己相應的回應 那麼她說這個 首先她提到外國記者 或者是團體沒有權力去干涉 中國的司法獨立和主權 那麼中國政府也會高度重視 和促進保護人權 並且她還提到了 一條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她說中國 並且已經走出了一條 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我想聽一下兩位對這段話 是怎樣去解讀的 陳破空先生 您先講講您的看法 我想她在說中國特色的時候 這一切都是一個託詞 就是說只要是中國做的事情 不符合國際標準 它叫中國特色 如果符合了國際標準 它就是全球化 就是符合了這個世界標準 所以它有兩套說詞 這個兩面 實際上我們知道 在中國的這個像看守所 監獄和這個勞改場勞就場 它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野蠻管理 一個叫文明管理 平時就是這個亂來 叫野蠻管理不守規矩 如果說上面有人檢查了 或者說受到外面的報道了 某個勞改場勞改場 那麼它就號召要開始文明管理了 那一段時間 所謂文明管理就是守規矩 就按照它的規矩 它寫的規範來說 它是不能虐待犯人 不能夠有酷刑的 但是當那個風頭一過來 它馬上就不提文明管理 也就回到野蠻管理 說這個中國的酷刑 在監獄中發生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政府有意製造的酷刑 為了讓某種人造 某種案子做成 說政府縱容 另一個是政府不縱容 但是預警 或者是這個公檢法 這套體系 不由自主的習慣性的酷刑 所以這兩種酷刑在中國同時存在 要制止非常難 中國雖然簽訂了所謂 國際的酷刑這種禁止酷刑條約 但它不執行 它不執行 就像它簽訂了別的國民條約一樣 它不執行 要說一套做一套 這是中共的一個後悔大法 那夏教授你有什麼問題 對 首先我們看 這個在國際上已經達成共識 就是人權高於主權 而中國經常找藉口說 這是我們的內政 你們不能干涉 那這樣的意思是說 是我的兒子 我的老婆 我可以把他打死 不用別的鄰居來管 這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如果你任何一個人 你要想把自己的老婆打死 或者把自己的兒子打死的話 那已經不是你們的家事了 是人類社會的事 所以說為什麼講人權高於主權 這個是顛破不破的一個真理 是一個原則 中國它如果是想做一個文明的國家 它就不能夠違背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準則 好的 那麼這一期中國熱評到這裡就要結束了 非常感謝兩位嘉賓的參加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週再見